传统狩猎队伍从7点出发 一路经过平地和好汉坡将近800公尺的入城 再来到折返点 再把这个120台镜的象征的填充物的狩猎山珠 把它背回去 这场赛事不仅比的是速度和耐力 也考验与队友的团队合作 108年全员运来到第二天 24号上午在台中市唯一的原乡地区和平区 举办传统狩猎竞赛 今年只有6支县市队伍参赛 虽然比赛猎物对象是采用象征性方式 但仍不是这项竞赛的可堪性及挑战性 今天这个赛道 这个规划的是太精心设计了 前段的半平坡 大家都跑得很舒服 到了那好汉坡 将近400公尺的爬坡路段 把我这个有年纪 体重破百的选手给难倒了 这次其实我们提早 我们那个模拟训练的时候 就有讲好了 就互相去cover 跟互相互补这样 还有队友互相都加油打气 才撑过去 由于天气状况不佳 选手们必须冒着风雨完成任务 甚至得承受填充物 因雨水渗透而增加重量的困扰 而船头狩猎比赛 最后是由屏东县躲下冠军 地主队台中市及新竹县 则列居第二第三名次 原则新闻 虎顺已故台中和平采访报道